就这个我们重复 我们重复三遍 你们先找到那个要理 就是记动作 你们两个先 好 但是现在先把队形捋清楚 好 好 来 一二三 天四 天四 天六 七 八 二二三 天四 天五 天六 跳 好 走这 第一个这个滑就滑过去 登登登 就往那边滑 一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天四 这是什么 天六 是 然后我去哪 你往哪 我往这 昨天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 然后我们写歌词是写到凌晨四五点钟 然后七八点钟又起来这 我又继续想要把它叼一下 就一直弄到中午十二点 再加上这一段时间我压力特别特别大 然后今天下楼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的舞蹈都已经跳棋了 然后我又什么都还没忌讳 所以我心情就很糟了 我觉得他先要把动作记住吧 你们昨天不是学了动作你都没有记得 所以你现在连队形你都走不了 你与其在这不开心还不如先把动作学会了 我没有不开心我是有点懵 对啊你为什么懵 AJ进来他直接都学了 他都在接受了 为什么你再懵呢 你一进来你要是不懂的话 你就要直接问老师或者是问我都可以 我为了你我也说了 我们先慢慢来几遍动作 如果你要真的不会 你就说我们能不能再慢一点 我先把动作学会我再走队形 对不对 你在这不开心有什么用呢 我真的是有点生气了 毕竟在有限的时间内 你累 你压力很大 那你现在能解决的是什么 你快点把舞学完 你就可以休息了 如果你一直在不爽 你一直在不开心 结果只有一个 你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站在排练厅而已 这种情况下 其实不应该有自己的情绪嘛 当下我也觉得 很对不起老师 也很对不起大家的感觉 然后我也在 很快的时间内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又回复到正常的训练 华丽亚 谁 华丽亚 这前面的时候 这是 就这个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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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